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梦想来自常用的英雄之一 马可波罗 他的梦想是一个充满惊喜与未知的冒险家之梦 不知道大家对马可波罗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当你第一次看到马可波罗登场动画的时候 脑海里会不会浮现两个字 潇洒 我很喜欢他在双枪飞舞 子弹乱射时 依然能保持热情的笑容 而随着在游戏中与他并肩作战的次数越来越多 我也就更加喜欢他骨子里的那份热情洋溢 尤其是在紧张激烈的团战之中 只有保持着足够的热情和勇气 才能保证那一缩缩子弹能够全部送到敌人身上 或许你会好奇 马可波罗选择远离故乡 一个人踏上冒险之旅去实现走遍世界各地的梦想 会不会也有孤单和寂寞的时候 当你了解了他之后就会知道 马可波罗一直都在使用的双枪 和脚下那双令他行动迅捷的鞋子 都是经过机关术强化设计的 而机关术是他与失踪多年的父亲之间最强烈的羁绊之一 他的父亲指引他走上了冒险家之路 而他则在一次又一次的冒险旅程中 满足了自己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马可波罗的梦想 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有时候我们会为了工作 为了理想 暂时地离开家人 远离故乡 去追寻一场属于自己的冒险之梦 我们当然有可能遇上许多未知的难题 还会有各种意料之外的挫折和打击 希望我们都能和马可波罗一样 在追寻梦想的路上 始终保持着发自内心的热情 和勇于冒险的精神 说到这里 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 马可波罗为什么要一直戴着他的那颗礼帽吗 就算是在和别人打架的时候 他依然会抽空腾出一只手来 去扶正自己的帽子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 记得留言 生活就是一场冒险 充满了意外和惊喜 不知道我们的下一次相遇 是在游戏里 还是在梦中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会有更多的英雄亲自登场 诉说他们心中的梦想 还有一些和你我一样 在王者荣耀世界中 共同祝梦的小伙伴们 一起分享他们的追梦故事 敬请收听 我是易烊千玺 希望我们的梦想 永不打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